明天我要去拉做面条的面粉 现在手上的钱不怎么够 早上我跟小秋说了一下 刚才我下去回来一趟 就看到这样的一幕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怎么把你存的这些钱全部拿出来了 你早上不说要买面粉缺点钱吗 我不是把它拿出来给你吗 我是缺点钱 但是我没有叫你把它拿出来的呀 这是你平时攒的零花钱的呀 一块 应该够了吧 我数一块 两块 一张 五张是一百 这里就是两百了 给我的 是 拿给你去买面粉的呀 拿这么 一张 三四五六 这个我抠出来 把它抠烂来可以用吗 没事 这些你全部把它放进去 放在桌里面 我想办法 这个是你平时省的这个零花钱 不是 我是抠出来给你用 买面粉的呀 这不是有钱买面粉的吗 你看 都有 还有还有 还有这个猪猪应该有点难抠 这还有20块 还有这里 20块 老公 还有这里 还有两百 这是前天你给我 你叫我 去买裤子的 我没有买 然后我就放在这里 拿着嘛 够一千啦 够了 哎 干嘛怎么说说话你不喜欢吗 你不要 不是啊 感觉有点难受 说不出来 又想哭了感动了 哈哈哈 你平时省吃俭用的这个零花钱 你还要 用来给我 去买面粉 那你买面粉了 你做面粉 然后卖不是出来钱了吗 到时候你觉得心不贵心 你划给我就好了 好 还有四张 那我来数一下哈 嗯 这一块你要不要 哈哈哈 这你要不要 不要了老婆 我看并不是要那么多的 两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八百五 六 七八 九十 九百块 二 四 六 八 十 一千块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千 一千零六十块钱 那我再抠 抠四十块 这个不用了 不用了 这个五块 那还有三十五块 我跟宝宝抠了半个小时 才抠那么多 这些钱你存了多久啊 嗯 六个月你拿钱给我买衣服了 我都没有用 然后放在足迷呢 你干嘛 哎哟 这不是又嫌买面粉了 你还不开心吗 不是感觉到头皮发麻的 我一个堂堂的大男人居然还要用老婆的零花钱 那我是你媳妇呢 那这你的是我的也是你的呀 是不是 话是这样子说 但是 有点说不出口的感觉 那这不是有钱了吗 那这个你不要我就把它放回来了 一千零六十块钱 我老婆整整 涨了六个月 六个月 零花钱 此时此刻我的心里 五味杂成有很多话都说不出来 拿着吧 不 这你买面粉回来 你做面条 然后你去卖 就会有那么多钱了 好 还有 还有 还有昨天你也有拿给我 我全部拿给你啊 谢谢老婆 我知道了 以后我挣到钱了 会加倍的 比这个更多更多的给你用 你要努力 现在 我对你的好 你一定要把它记住 知道吗 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鸟姑鸡 你说这个要同肝共骨 才赚得出钱呢 好 我把这个宜家扣坏了 还可以用完 还可以用完 你怎么了 不是好好的吗 你 哎呀别开了 我跟你说 男人要考验一个女人 爱不爱自己 就是 他最穷的时候 懂不懂 女人考验一个男人 爱不爱她的时候 就是他在有钱的时候 好 我记住了 其实你这么习惯的坏 我跟你说 你别怕任何人嘲笑你 不是每个孩子 一生下来就有钱 你对我也很好 我嫁给你那么久 第一次看着你哭 所以我就拿手机起来 把他拍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在我最困难 最需要的时候 我哪怕以前 我生宝宝的时候 很穷很穷 到处去这时 我都没哭过 但是 这一次 你太让我感动了